它有150年的歷史 那么我是第一个华人 出来Mountain View School District 来选的华人 那么现在在Almonte的Citywide 就是唯一的华人在这边选的 一些可能住宿有问题 或者吃饭都有问题 所以在这个学区里头的学生呢 每个人的中饭是免费的 然后呢 另外一个是Financial Literacy 因为在这个学区里头呢 有很多学生呢 它是比较就是说背景 可能比较贫穷的 所以呢 或者是比较有挑战的 所以我们希望说 可以continue它的Financial Literacy 然后呢下一个呢 是希望说有一个Anti Bullying 就是说在学校的时候 不会被种族歧视 或者是被其他的小学生给欺负 然后再下一个呢 就是说希望 可以有多一点的家庭的这个involvement 所以就是从Financial Literacy 然后Anti Bullying 然后Continue Emotional Support 还有呢 把这个学区的standard拉起来 因为我是世界台湾小姐基金会董事长 那么我们从2000年开始办学 吴梦珍是2006年的世界台湾小姐 那时候叫做台美小姐 后来又改成 又加了个台湾小姐 所以他又是台美小姐 又是台湾小姐 2006年 早要喂起来 到区里面 什么事